那真的是胡说八道 他就是越讲越离谱啊 没有没有 你胡说八道之余 你根本就讲错 我觉得这一点 就是一点都不用功 麦嫂表演剧 今天呢跟Luca 我们要来回复 我们的网友留言 很感谢我们这个 Sky Choices 他就是在那一集 我们在讲那个奥斯卡乱班 就是那个几个影后 我们觉得班得莫名其妙 而且很多都是 那个Harvey Weinstein的好朋友 砸大钱就可以让他拿影后 所以在那一集呢 他不但帮我们留言 甚至于他也敲碗说 那是不是麦嫂跟Luca 可以谈一下你们心目中 得奖最实至名归的几个得主 我在想说 哇那个名单开出来 应该是落落场 祖烦不及被宅 所以我觉得 这个题目呢 有点深有点难 所以我们现在先提 我们的印象中 第一人选好了 我们先从第一名开始讲 我们不是像有的频道 会从后面开始讲 没有 那后面讲了会得罪很多人 我们先讲第一个 我觉得班得最好的是谁 我们先给Luca讲好了 这个我觉得 答案不是很明显的吗 我不晓得啦 就是可能大家 没有长期的 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大概不是那么好猜 但是呢 我就是直接讲 我最喜欢的两个女演员 当然我就觉得 她们是实至名归的啦 那第一个当然不用讲 就是凯特布兰奇 那我想凯特布兰奇 我觉得她得奖 应该是无庸置疑 但是我也必须说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 为什么会讲到说 天字第一号 雇人院的影后 是格尼斯派特罗 就是因为她那一年 把原本应该 给凯特布兰奇的奖 给拿走了 这个是公认 这个也不是我一个人 在那边自我陶醉 其实那个时候 不管是 格尼斯派特罗也好 或者是凯特布兰奇也好 她们都是很年轻的女演员 然后甚至她们 是不是有合眼过 在天才雷普利里头 我觉得她们 某种程度上面 是类型很接近的 那但是当然 我觉得凯特布兰奇 她之后 有在自我挑战 她去接很多 跟她原本的类型 很不接近的一些角色 就是话讲回来 她的这一届 是那个蓝色茉莉 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说 当我们讲到 蓝色茉莉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到 凯特布兰奇 对不对 可是你再去想一层 你就会发现 这是一部 乌迪艾伦的电影 你什么时候 想到一部 乌迪艾伦的电影 而不会第一个印象 就想到 她是乌迪艾伦的电影 我觉得凯特布兰奇 演技就是这么的强大 她有办法 扭曲大家的心智 所以尽管那个时候 对于 乌迪艾伦 她私下的一些 私人行为 已经开始 有人在 纷纷扰扰 已经开始在争议了 但是大家看到 凯特布兰奇的演出之后 还是非常轻易地 就忘记这件事情 然后以至于那一年 凯特布兰奇 就是以这部片子 来获得影后 你看这之后 乌迪艾伦的片子 其实已经没有 这样子的 这么好的机会了 可以得到任何奖项 或是被任何的 奖项所提名 凯特布兰奇 如果说我们 用演技来看的话 他其实早该得了 然后他也 人生中也速度 交出影后级的演出 但是我觉得这部片子 让他的就是意义 更深刻 因为这真的是 完全是他的个人秀 他的魅力 非常的所向披靡 虽然说那一年 其实也有 就是Sally Hawkins 就是演他的妹妹 也在蛮多的奖项 都有斩获的 但是你去回想的时候 你就很难想象说 乌迪艾伦的电影 什么时候有办法 制造出这么powerful的 女性角色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 好 我已经讲了一格了 那接下来要不要 轮到麦嫂讲 我觉得这个题目 真的是打死我了 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那时候 一抛出来这个提问 我就开始回去找 就是近代这几十年 因为其实我们两个 有在追奥斯卡 大概算算 应该也有快三十年了 真的超多耶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选 比如说下次 如果你要我选 我觉得班的最实至名归 就是1988年的控诉 朱莉弗斯特 那当然因为朱莉弗斯特 我们是看她一路从童星过来的 而且她当年这个角色 超级难演 所以因为这一集势必到时候 可能制作人就是要给卢卡 所以我讲出了你的心目中的女神 就是朱莉弗斯特 而且不是沉默的羔羊 大家知道她两次拿到影后 我要讲的是她第一次得奖的控诉 第一 当年那个案子是真人真事 第二点 要演出这个被害妇女 那样子的挣扎 而且在法庭上 然后就要如气如素 讲她的经过 而且要非常坚忍不拔的 跟她的女律师两个 一起对抗这个 对于女人极度不公的一个 不友善的环境 我觉得这角色真的超级重要的 所以那时候我想说 我应该要提朱莉弗斯特吗 或者是我要提一个人 大家一定会下巴掉下来 我要提谁呢 我要提凯西贝芝 1990年 就朱莉弗斯特得奖的 后年战利游戏 你不觉得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了吗 这样子的角色之前 哪有可能得奖 古早以前的奥斯卡 都是颁给美女啊 对不对 哪里有颁给一个中年妇女 而且还演一个反派角色 这么变态 而且几乎就没有颁给反派过 没有啦 之前没有 但是在凯西贝芝之后就有了 谁 莎莉赛隆女魔头 那个算反派吧 而且呢 在那个连续杀人魔史上 没有女性哦 唯一一位就是这个Aaron 然后他因为演了这个角色得奖 所以那时候就要我选 我说天啊 我要怎么选呢 太多了你知道吗 好 那这样有没有分享出来 我的精选名单呢 接下来是不是再交给你 我把你的朱莉弗斯特讲出来 对啊你为什么要抢我的对白呢 干嘛这样子 好那我就 你可以继续包养他 对我可以继续讲他在那个沉默羔羊里头 不过呢 因为我们其实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曾经在那个时候沉默羔羊在台湾重印的时候 我们有讲过一整集的在讲沉默羔羊 那如果说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我就举一个算是比较关键的例子 就是说那个时候在这个金奖组合 因为后来这部片子他拿到一个大难怪嘛 那这个在奥斯卡史上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就是说他的最佳影片导演男女主角 然后应该还有一个是剧本 就是全部都得奖 剧本对 对 改编剧本 对对对 那这个当然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记录 不过呢 他那个时候其实导演啊 男女主角之间其实都有一些芥蒂 就是他们有点杂臭成章啊 但是我要讲就是说这个沉默羔羊 这个小说之所以可以改编 可以开拍 其实朱蒂弗斯特功不可没 我相信他之后转到幕后 可能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他开始觉得说 他或许可以来做这样子的事情 担任一个电影或是一个故事的主创 而不是只是演出他而已 还有他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说那个时候导演强大生德米 他本来想要找这个密学菲佛来演这部片子嘛 因为他们之前有合作过 但是这个角色呢 就跟这个依莎贝与培 那个时候为什么去演他的危险游戏 一样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好莱坞的女明星 对这样子的题材 其实是会害怕的 那但是朱蒂弗斯特一个人勇往直前 而且呢 虽然说他跟这个男主角霍普金斯 有立足点上面的不平等 因为其实男主角 他只演了21分钟而已 那相对来说 当然大部分的戏份都是落在 朱蒂弗斯特的身上 但是你想想看 要让朱蒂弗斯特跟安东尼霍普金斯 来做演技的对决 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然后对于朱蒂弗斯特来说 也非常的不公平 但是他还是有办法制造 那个势均力敌的效果 而且这个强大生德米 他也在讲说 在创作过程里头 其实他有一大部分是仰赖 朱蒂弗斯特的 他希望用朱蒂弗斯特 一个女性的观点来看这个故事 所以我觉得朱蒂弗斯特 在这个角色里头呈现 他可能已经超越一个演员 诠释角色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了 他更像是这部片子的主导者 然后他也是一个主要观点 所以因此我觉得 他来获得女主角这个奖项 也是非常别具意义的 其实我刚刚有讲错一个小小的讯息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下 那部电影就是之前大蛮贯的记录保持人 就是飞越杜鹃窝 我们上期在讲《沉默的高演》的时候 就有提到 他当年是什么奖都给他拿了 女主角也是他 所以那时候那个女主角也是反派 所以在凯西杯子之前 他就拿过奖了 1975年的Louis Fletcher 他因为扮演《飞越杜鹃窝》里面 那个超恐怖的护士 都拿到最佳女主角奖 所以我印象最深刻其实都是反派 就像是Luca之前讲的 你看超音电影里面的反派 都是影帝级的 所以反而主角呢就没什么这样子 好 那再来呢 我要讲一个班的超厉害的是谁 你不是说你要讲朱莉安摩尔吗 你在笔记上面是这样子写的 可是朱莉安摩尔那个角色 我觉得没有难到 你知道吗 就是让他可以拿到影后 我觉得非常难演的是什么 玛丽雄·科蒂亚演的《玫瑰人生》 超级难演 因为不但面目全非 而且还要所有 就是因为他是驼背嘛 然后呢他是不会唱歌的 在里面还要硬唱 然后因为他横跨那个人生 是足足四十多年 他要从年轻演到老 而且那个片场是满场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三个多小时快要四个小时 所以他当年就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 因为已经好久没有搬给外国人 而且他是法国人 之前有搬给意大利人过嘛 大家都知道是谁 所以现在这个2007年去搬 《玫瑰人生》这个玛丽雄·科蒂亚这个角色 我蛮感动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我印象深刻 搬得很好的一次啦 那再来我是想提纳塔利波曼啦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要 讲那个黑天鹅 你不觉得他当年那黑天鹅也很厉害吗 但是这件事情 其实我有跟一个就是朋友讨论过 就是我们共同的感觉就是 纳塔利波曼演技是教科书等级的 就感觉他是照书演还是怎样 你知道有的时候就是有一层东西 你会觉得那层东西化不掉 我会觉得说他还是有点太循规道局吧 我不知道要怎么形容 就是包括他后来那个第一夫人的秘密 其实也是甚至有专家去研究他在里头 模仿Jackie的口音 对啊 其实每一格都一样耶 动作举止声音都一样 所以就是说他真的是一个秀才型的演员 但是有的时候看他演戏 我觉得那个感觉比较不那么直接 那另外那个刚才麦嫂 你有提到凯西贝兹吗 那就让我想到我的名单上面还有一个人 我也是觉得说很不错的 就是法兰西斯·麦多曼 法兰西斯·麦多曼 他的得奖是一种形象上的 我觉得这个是好莱坞 或者是说奥斯卡 他愿意对女性角色多一点其他的想象 所以凯西斯·麦多曼本来就不是一个典型的那种洒白甜 所以我会觉得说 其实他得奖是蛮具有意义的 而且当然跟他自己本身也有关系 就是说他是刻意的去挑选这些角色的 他可能觉得说那种典型的角色并不适合他 所以他可以在别的片子里头当很好的绿叶 但是呢一旦他自己主演的时候 他也可以诠释出很不一样的一个角色典型 因为我们如果说从好莱坞 就是奥斯卡史上搬过的这些角色来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其实影后跟影帝相比 他的形象还是比较狭窄一点 然后而且他也很好预测 那甚至有人去统计过影后跟影帝相较起来 其实影后的平均年龄是很低的 影帝呢反而是比较倾向搬给年纪比较大的演员 那这个里头可能有很多的讯息可以去解读 但是我会觉得说 如果可以看到像凡西斯·麦多曼这样子 他容貌上面不是真的很突出 然后呢而且他年纪也有一点大 这样子的人选出现在奥斯卡影后的这个行列里头 我觉得都是值得欣慰的 而且我觉得他很有意思是 他两次拿影后隔年他都没有去参加颁奖典礼 他觉得那个是锦上添花他不去 我不知道影艺学院是怎么想的 他完全制造我麻烦 等于是那个讲座我就可能不知道找谁来颁 但是呢除了讲麦多曼之外 我要讲他运气不错是他嫁一个好老公 因为他两次得奖他老公的角色都非常的重要 第一次他老公当导演嘛 第二次他老公担任制片 然后很支持他老婆去演这个游牧人生 但是我要讲一个史上最被低估的 而且是两体两重的影后 就是希拉蕊时光 他到现在呢都还非常的辛苦 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很认真去演一个秀 然后还被腰斩 就是那个女太空人那个秀 陆凯有看吗 然后据说呢 对他第一次拿到影后的那个作品我有看 而且我在西约里面也是哭到一个不行 进来我会哭得比Luca的纪录还惨 我几乎从镜头一进来我就开始流眼泪 因为我知道那个结局是怎样 因为他是真人真事改编 他就是演一个 算是性别认同上面有一些状况 然后又生存在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乡镇 然后最后那个角色就是被虐杀了嘛 就男孩别哭 他那时候片酬一天只有75块美金耶 然后他拿完影后之后还是没有戏可以接哦 因为足足穷了很久哦 最后他终于在Million Dollar's Baby 又拿到第二次影后了 结果到现在他还是情皇不接 就是都没有一个固定的作品的产出啊 但是他的演技真的非常的好耶 那尤其是应该Luca也有看 就是他08年那个PS我爱你 他如果演爱情喜剧其实也是有销量的 虽然那个不能说是喜剧啦 虽然是悲喜剧 可是我不知道他是受限于什么 就是没嫁好人吗 还是他经纪公司怎么样了 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大红 我觉得就真的超级可惜了 尤其是他曾经有演过一个电视电影 叫做女权天使 就是当年就是在推动那个女性有投票权 大家知不知道黑人才先有投票权 女人其实玩了黑人快40年哦 那时候推动者之一 那个角色就是由希拉蕊死亡所扮演的 结果呢当年被提名了 不知道金球奖还是艾美奖什么的 又没有得奖 我就觉得 为什么希拉蕊死亡这么倒霉呢 我觉得其实希拉蕊死亡 我们也不要去讲说他好像不红 他只是没有大红大紫而已 可是他都持续有作品出来 我觉得这样子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啦 我是觉得比起其他人真的没有说持续有啦 真的你IMDV去找很少啦 我觉得就是一直被低估啊 好辛苦哦 但是其实我们要讲说 好莱坞被低估的演员也不是只有他一个嘛 可是他是两个影后哦 你要这样想哦 是没错 但是你刚才讲说 到底他是哪里卡住 我就只能说呢 法兰西斯麦朵曼他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因为你要有人愿意创作这样子的题材 创作一个不一样的角色 才可以让不一样的女性去诠释嘛 那说到底还是在于好莱坞 他对女性的刻画实在是太少了 以至于像希拉蕊死亡 我觉得尤其是在他的这个年纪 好莱坞比较开始重视年长女性的这样子的趋势 你包括我们才刚看的那个妈的多重宇宙啊 我就觉得说很难得他会用一个有色人种60岁的来当女主角 不过当然也是因为他是独立制片 他才有这样子的挥洒空间啊 所以我觉得我当然身为看过远飘这一出被妖斩影集的影迷来说 我也是觉得蛮可惜的 Netflix上面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还是可以去看那部片子 因为我觉得他在远飘里头的那个角色 就是非常的刻画了那个当代女性的一些困境跟野心 所以我其实喜欢那个角色的 那我也从这个角色看到希拉蕊死亡 他还是挑戏有他的坚持啦 我们就这样子想好了 我想他想要兼顾知名度 或者是说角色的品质 这件事情我是给予肯定的啦 当然也是希望说他的作品可以再多一点 好那我们就以那个最后一个算是最新的影后 Jesica Chaston来做结尾好了 我觉得这次颁给他我也蛮开心的 尤其是他又身兼制作人 所以如果希拉蕊死亡呢 再多一点曝光率可能就自己要当制作人 因为其实现在真的蛮多女明星会自己身兼制作人 比如说像前一阵我们看那个斯洛弥晨 那制作人就是谁 三卓布拉克啊他也是影后嘛对不对 而且他当年这个角色他自己 好像也有当执行制作 那朱利亚摩尔得奖的作品 我想念我自己他其实也有 所以我觉得女性要多一点参与程度 可能能见度跟得奖几率 甚至于薪酬部分也会再高一点 像之前得过奖的派切会西亚阿鬼特 他是拿到女配角奖 他就是因为那个什么 颜绍时代 他其实就有提到一点 他说就是因为男女的同心 什么同工不同酬的问题 薪水的问题 长年以来对于好莱坞女性 就是极度不公 然后当年他在讲这个话呢 隔年才发生me too事件 所以呢就是身为女性 我跟卢卡两个都是 我就觉得说我们也是影评人 我们也是粉丝 所以看到这样子的现象呢 我们真的要深深的 对这些女明星感到不舍 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女明星的 那种保鲜期蛮短的 比如说像沙利赛隆 她说她到现在都拒绝野妈妈啊 她说为什么一定要觉得 我们到这个年纪就是要演妈妈 然后类似的话 美丽史翠普也说过啊 她说我年纪长 我才刚满40岁的时候 她就要我演女主角的妈了 那我就想说 其实演妈也没什么不好 但是你要看那个剧本 还有那个剧组 有没有尊重女性 那如果她又是对那种女性 就是那种可有可无 摆在那边当个工具人的 我觉得这样子的现象 应该要改善啊 那甚至于呢 以女性为主角的戏 这阵子也蛮卖的啊 做得非常的好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 那个凯特温斯蕾 其实我跳过她那个得奖作品 因为我个人其实没有很爱 那个角色 因为感觉就是裸露有点多 不过那个角色的深度是够的 她是演一个退役的纳粹的罪犯 然后她就是隐身在一个小巷弄里面 然后最后就跟男主角 发生一点那种姐弟恋 我觉得就是有点满足那种 你知道吗 弟弟吃姐姐的那种隐喻 所以我其实个人 没有很爱那部电影 但是我是很爱这个演员的 尤其是她去年的东城奇案 我跟卢卡特别做的特辑 我真是超爱那部作品 那就是完全以女性角度 为出发的戏 所以我很希望说 这些剧作家们 可以多做一些这样的作品 真的 你会得到非常多的回馈的 尤其是我觉得女性的消费群很多 然后真的不要忽略我们 我们很希望多一点 女性精巧的角色的出现 好 我有一点想要插题 讲一个另外的话题 就是说 应该是从去年开始吧 就是有欧洲的一展 那已经开始说 他们的这个主角的奖项 不会再限制男性或女性 不晓得麦嫂的看法是怎么样 因为我自己的感觉是觉得说 你看我们也看了这么多年的奥斯卡 我想这件事情至少在奥斯卡 我是不那么同意的 我觉得喔 其实我是赞成的 我觉得不要有分性别 因为连导演讲都没有分性别的 我觉得演员 你把它诠释好就好了 但是你的提名者要多一点 比如说你就不要说四个五个 你就是十个 就像这家影片那样子 我是支持的 因为像很多跨性的啊 你把它归到男的或女的 不是都很怪吗 我为什么会觉得说 我不太同意这一题 是因为我自己看奥斯卡的经验来说 我觉得他们对于女性的角色 肯定还是远远不够的 尤其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在好莱坞是困难的 之前我记得好像是凯特布兰奇讲的 他说其实女性主演的电影 也可以获得好的票房成绩 但是呢 这件事情就是在好莱坞的 比如说制片人或是电影公司的心中 是不存在的 他们都会觉得说 需要一个很强的男性角色来扛票房 那当然这件事情 其实这几年也是蛮快速的在崩解当中 但是我觉得那个还是跟不上 比如说奥斯卡 他其实是跟不上时代的转变的 就片商的考量来讲 他也是暂时还摆脱不了这样子的习惯 那如果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我会觉得说 如果女性当年没有突出的女性角色的话 那就会变成 我觉得女性在好莱坞的环境里头 还是属于弱势啦 那当然我觉得 如果是欧洲的三大影展 做这件事情 我其实是赞成的 因为我觉得在欧洲的电影里头 其实还算是看得出多元性 虽然如果我们以得奖纪录来看 女性导演在三大影展得奖的纪录 其实也是有点可怜啦 但是至少我觉得 她们对于女性的描述 是比较多元性的 那甚至比如说年龄层 也是比较跨了很多年龄层的 比较多元比较包容的 那我觉得这个状况在好莱坞 是不太可能在近期内办到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 那个有点像是女性的保障名额吧 讲白了就是这样 但我会觉得 好莱坞可能还需要这件事情 尤其我们从这几年的 给奖的方式 或者说给奖的人选来看的话 我觉得还是不是那么的多元啦 所以我在这题上面 我会比较采 比较保守的 当然但是如果说 比如说她的奖项 不会只有一个人独得的话 那我会觉得或许可以做这样子的尝试 就像麦嫂讲的 就是说如果提名的人变多 那我是觉得如果奖项也变多的话 一年不要只颁给一个演员的话 那我会觉得或许这是一个可行的方式 我们这一次呢 其实先从女主角讲开始说啦 因为我觉得既然我们上集被敲碗的 就是讲颁得很离谱的女主角 我们现在来讲一些实至名归女主角 其实颁得好的还是居多啦 颁得比较机车的那他就零星的几个 我们就不特别再编尸第二遍了 所以下一次呢 我们会再开那个 颁得很好的影地篇 我觉得这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给这些很认真的男演员们拍拍手 麦嫂你真的是太客气了 我们列的名单 明明就是漏漏等好几个奖项 那之后都可以跟大家 慢慢的摆龙门阵来聊聊这样子 对啦 因为其实我们真的还是偏爱女演员啦 因为我刚刚提到其实女演员的保鲜期真的很短喔 尤其是说都是青春美丽的时候颁给她 然后可能年老珠黄得奖就比较低 我想想真的难过 我觉得葛伦克罗斯真的 我觉得为她好可怜好可怜喔 但是再怎么样 她也是我心目中最认真最优秀的女演员之一 很希望她真的有生之年可以拿到奖 拜托拜托真的要给她一个奖 不要给她终身成就 我觉得终身成就不是真的奖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在平台上给我们个五星评价 订阅跟分享 或者给我们一点小小的粮草 让我跟卢凯有这个能力 可以继续创作下去 感谢大家收听 下次再见 拜拜